也不知道 是不是老爷的亲儿子 竟然让鹏举少爷跪了三天三夜 小点声 别被少爷听到了 鹏举少爷 您跪了好几天 怎么不都休息几天啊 是啊 我那有什么事 我没事啊 我娘吩咐我 得在这盯着 鹏举 柔查这事需要力气的 你现在身子还没养好 这里交给我吧 你别在这儿 跟我猫哭耗作假慈悲了 好不好 我变成这样 不都是你害的 你回来不就是 为了害我的吗 你入会我了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 好 总之呢 从今天开始 你揉茶 我也揉茶 你干什么 我就干什么 我是不会给你可乘之机的 茶不是这么揉的 你这哪是揉茶呀 你这是赌气 你现在好好休息 我来 干什么 我在揉茶 你不要管我 你这哪是揉茶呀 茶叶都掉一地了 我来 我就喜欢这样 有地上了 我来吧 我揉茶干什么 你不要管我好不好 摔开 面蓝少爷 面蓝少爷 面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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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家的列祖列宗 你一定要保佑念文 千万不能有识啊 不孝的媳妇 在这儿求您了 你一定要保佑她呀 求求您了 真是命大 差一点就伤到脑子了 她这只是皮外之伤 没有生命危险 我开点药 等几天她就好了 好 谢谢 谢谢 这边走 来 温旭 这究竟怎么回事 你看念文伤得这么重 她到底是怎么了 啊 还不都是因为她 要不是念文 躺在这儿的就是彭举 这件事是意外 彭举也不是故意的 是 是 我管教无方 月娘 对不起啊 你好好照顾念文 念文 多怪娘 是娘多心了 娘不该怀疑你 快醒醒吧 你没有说说话 念文 他醒了 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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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念文 怎么样 伤口还疼不疼啊 不疼啊 彭举呢 彭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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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事啊 啊 我 我在这儿呢 我没什么事 可是 你为什么要救我啊 傻小子 我是你 你哥哥呀 哥哥保护弟弟 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我以前对你那个样子 你还不顾一切的来救我 对不起啊 真对不起 那是个意外 你就不必道歉了 总之 谢谢你救了彭举 二娘 这都是作为兄长 应该做的 好 好啊 看到你们兄弟俩齐心协力 直 直了 彭举 来 去 去